哈喽大家好 我是烧烤之王王大和 大概两个月以前 我吃过一次伊比利亚战斧猪排 有很多粉丝都问我和普通猪排的区别在哪 满足你们 这个是我找上次个店买的131块钱一斤的伊比利亚战斧猪排 这个是我刚刚点外卖现买的77块钱一斤的本土猪排 从价格来讲差了将近一倍啊 由于一些现实时候我们的烤炉用不了了 所以呢这次我们就直接用烤箱一锅端了 先腌制三个小时 然后烤箱上下火120度烤个40分钟 太香了 没熟 果然没有烤炉就是不好的 算了等会儿吧 这个战斧猪排啊 腻口下去满嘴爆油啊 好像又太一样了 而且特别的入味啊 而且这个表皮它还有一股焦脆感 嗯 这个普通猪排肯定是不腻 吃起来一点也不柴 而且里面的汁水也很丰富 太好吃了我天哪 总的来说啊 这两个猪排在口感上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一比利亚战斧猪排 比起普通的猪排 没什么腥味 肉的味道呢 又更加纯粹一点 好了我们下期还想看我对比什么 信口开发 全网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绿 下次花一千块钱涮毛肚火锅 就有人在底下评论 让我吃一千块钱的金针菇 你们到底想看什么 我还不知道呢 那我还真能拉出来给你们看吗 金针菇就算了 搞搞别的还是可以的 就比如说这个牛龙骨 就是牛背上的银骨 这牛条骨头 它不就是牛蝎的吗 这玩意儿一般都是红烧的多 但是我们进去 不搞那些家常的多 今天这个 牛鲜的火锅 太难说了 我煮了三个小时了 饿死我了 太香了 止了 再煮三个小时都止了 火锅的味道 并没有把牛肉本身的香味掩开 反而更加的鲜 肉质也很嫩 一点都不柴 而且这种抱着骨头啃的感觉 实在是太酸了 骨头里的汤才是精髓呀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反正我从小就特别爱收骨头里的汤汁 想的 这比什么小肥牛 什么毛肚好吃多了呀 这简直相当于抱着牛在啃呢 既然这样 那我们明晚吃火锅就不叫你了 不是 我最爱吃下火了呀 啊啊啊啊啊 大家好我是无辣不欢的王大和 这两个居然有粉丝私信我 让我尝试一下用中辣5号做的火锅 话不多说 下火锅 今天我就挑战吃完这一整个中辣5号火锅 现场的肥牛 这口感 啊 好啦 毛肚 啊 呗 呗 呗 哇 呃 呃 呃 啊 啊 这里面有洗面奶 乳液 这个洗面奶里面还有西马兰亚炎炎 能够深度控油 五天有效抗刀 再用乳液 可以淡化痘印和提亮肤色 德国护肤百年科技 有了这个还怕什么吃火锅长痘 反正抽油长痘的事情 由它帮我解决 今天我绝对要吃完这份 重辣五号火锅 信口开饭 全往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绿 最近我在网上和一个小姐姐CGX 成为了她的男艺 昨天她跟我吐槽肉夹馍里面肉太少了 想吃肉多的肉夹馍 我就懒悖了 为什么大家都管这个叫肉夹馍 这明明是馍里面夹着肉 应该就馍夹肉啊 吃着一点也不过瘾 我王师傅就要给小姐姐露一声 嘿嘿嘿 做了真肉夹馍 让她吃个爽 首先拿出祖传的馍馍切碎 淋上王师傅秘质辣酱 在两百块钱就能买十块的菲林牛排中 拿出一块煎熟的牛排 对半切开 把馍馍都塞里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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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Delicious 第一口就是肉的感觉 非常满足我这种肉食主义者 这个蜜汁辣酱也很到位啊 嗯 好吃 中间的馍馍碎碎的很好嚼 就是怎么说呢 我感觉馍夹肉和肉夹馍的区别就在于 第一口是肉还是第一口是馍 第一口是肉感觉更加的厚实 我要发给我的小姐姐看 她一定会喜欢的 诶 有西啊 诶 她一个独军的女孩子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诶 最近我网恋的小姐姐 因为被种草了很多便利店的夏日零食 正在纠结买奶千好 这不是我王大和的强项吗 今头 我王大和就要根据我多年的测评经验 来给现在便利店最火的夏日零食 来一个终极测评 选出其中真正值得买的零食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酸酸甜甜的 山椒陈皮的香味很足 不过我觉得酸梅汤都一个味 没想到汤不好喝的 口感绵软 甜度适中 还带着一股白桃的香气 但是和普通的果冻吃起来口感差别不大 中药味比较浓 但是吃起来有一股回甘 冰凉蔬薯 夏天吃桂丁糕 还是挺结属的 接下来都是现在正火的猫虹冰淇淋了 尤其是德福和势力架最新推出的巧克力冰淇淋 说实话你可能不信啊 我差点没买到这两个冰淇淋 和德福巧克力外表差不多 有啥特别 嗯 丝滑 嗯 这个巧克力外皮吃起来是相当的酥脆啊 而且里面的冰淇淋尝起来也细腻绵密 还有骨骨骨的奶香味 势力架冰淇淋 嗯 薄脆的巧克力外皮 这里面居然还有花生夹心 吃下去的一瞬间 甜甜的焦糖味在口中弥漫开来 一口四重口感 本来我还听说麦其沙也出了一款冰淇淋 但是没买到 听说味道不错 简而言之 德福和势力架口味的冰淇淋 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试一下 口感层次都相当的丰富 现在我要赶紧告诉小姐姐我的测评结果 经过我认真的挑选 这两款巧克力冰淇淋最好吃 你想吃我现在就给你买 啊 请买 大家好我是美食家王大和 听说有人用一百斤黄桃榨汁做果冻 要搞就搞苦瓜嘛 不多不少 一百零三斤 今天呢我要把这一百多斤苦瓜 榨成汁 然后做成果冻吃掉 如果成功了 希望各位观众老公们可以给我点个赞 火了水亮 因为这个苦瓜特别硬 没有办法直接用手那么炸出汁来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势必要借助榨汁机 但是呢就这么一百斤苦瓜 能弄完那也是个力气活 那么这一缸苦瓜汁呢 我从早上的10点半一直炸到下午的4点 足足 五六七八个小时吧 这一百斤苦瓜只能炸出这么点汁来 这就充分的说语 生产苦瓜汁的厂家非常的辛苦 我 是 开始做 怎么做 你百斤苦瓜做的果冻呢就算是做好了啊 虽然没有外面卖的果冻品相那么的坚挺 但是呢看上去也是成功了 咣咣的 这个大的感觉质感做起来要比这个小刘好多味 像不像样的啊 太苦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口粮测评专家王大和 今天是你们久违的中国口粮 火箭军户外口粮 这个是最近采放我们的新型单冰自热食品 而且这份口粮虽然还是火箭军户外口粮 今天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在口粮中见过的单体 奶粉 内蒙古骑士 好像从来没听说过的这个牌子呀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和我们平时关的奶粉究竟有什么趣 话不多说 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 米包 汤包 荤菜包 榨菜 酱包 菜剧包 发热包 加热包 加热包 拌盒盖 还有一个计量杯 这三个是啥 老规矩 加热主食放置 我去 我现在才发现里面只有一份主食加配菜加汤包 没有遗忘中国口粮里面那些甜点 我靠 还是鸡蛋汤呢 牛皮 这次的菜单是酸姜豆肉末 米饭咸香入味 加上这个酸姜豆相当下饭 好吃 每次的国产口粮总有种让我回到家里面的感觉 不过可能是米饭水加太少的缘故 有点夹生 加点榨菜 幸福 它怎么把豆花做成干的 好喝 正餐吃完了 我们来尝尝餐后饮品 这个军事用途的牛奶 有多天 这个罐子 我没给你开罐子的东西吗 奶香冬雨 好像和普通牛奶没啥区别 不过比普通牛奶便宜很多 对了 下一期军粮现场 注意整期视频中要红点的地方 注意听红点处的音乐号面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个国家的特量 在市场上极其罕见 开中的就可以得到我王大和的香味 呃呃呃呃呃呃呃 是不是很激动 大家快游戏参与吧